大家好我是Steven澳洲款啦 这位是Fred 嗨 Fred是我的双胞胎兄弟 哈哈哈哈哈哈 你看你也可以知道他是比较帅的那个 我是长得比较急的那个 长得比较急的那个哈哈哈 这么帅 好今天这是我第一次呢用中文来做我的这个50周50位运动伙伴这个系列 今天呢我们很荣幸能够请到这个Fred来跟我分享一些他的故事 谢谢谢谢 Fred我想请问一下你下次做什么工作的 我是在一个银行做Engineer Manager 哦银行工作待遇不受吧 好吧哈哈哈哈 你一周来几次健身玩呢 一般来10到50吧 10到50 就是一周混合的有有做力量吗 有做一些有养操课比如说那个BodyTap这种 嗯有养操课 然后我之前也看到你有做一些那个呃 做量训练的东西 对对对对对对 我觉得差不多有两到三次的去做重训吧 然后差不多是我做的可能不会那些就是牛人那样做的非常非常厉害 但是我可能就是实在就是做那些那种AthleticBody那种感觉 然后基本上就是把就想把锅底链有形一些吧算是 然后不是那种大块激动 但我也练不出来说实话 哈哈哈哈 大家也看其实Fred的身材不错哈 没有没有没有 哈哈哈哈 嗯 在你的生活成组当中呢 你可能会注意到一些家人或者朋友啊 呃有时候非常不想来锻炼 你有什么话想送给他们呢 啊哈哈 第一只要走出家门基本上已经到了健身房就可以锻炼了 有这个peer pressure的话基本上锻炼起来很容易 对对对对 然后的话就是找一个朋友像Steven这种 或者我其他利用另外一个朋友 完了可能来健身房里 有些时候可能边聊天边运动 虽然效率不是很高 但是也可以起到一定的效果 差不多百分之四五十的那个现在时间吧 很好很好 对对啊 其实很多时候呃 我也是Fred的一般的这个运动伙伴啊 他也很也很鼓励 每次星期一来这里我都很很期望看到他 那其实呢 今天我想借用这个机会呢 来感谢一下Fred 因为之前呢 其实每次来健身房都有跟他打招呼 不过最近呢 他教了我这个卧推就是benchpress 我已经很久没有卧推 从大学时期到下都没有卧推 就是他的鼓励呢 让我重新让我重新在他做卧推 所以我在这里非常感谢你 非常感谢你 我也给你休息 哈哈哈哈不感受 不感受不感受 好那这样子的话 呃好 那今天的那个节目就到此为止 等一下我会跟大家分享一些 Fred的运动的一些小技巧 或者是规律呢 请在下方留言 我会把这些送给你们哈 那这个是Fred给大家的福利 哈哈哈哈 谢谢 好那大家我们今天就到此为止 好 再见 拜拜 拜拜 谢谢你太好了太好了 拜好了 谢谢 你今天别拍我今天没拍我 你不要过我不要拍 吧 别 终于 沙子 小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